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這一節又是關匯豐事 近來匯豐的消息認真是多羅羅 只不過就不是這麼正面 根據英國媒體《星期日郵報》的揭露 原來中共黨員正是大規模地滲透英國的不同行業 其中在金融的行業 匯豐銀行和渣打銀行 在2016年的時候 已經在英國合共聘用了600多名中共黨員 這個消息當然就是震撼英國政界 目前至少有30多名英國國會議員已經參加了聯署 要求國會要進行緊急辯論 講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到底《星期日郵報》 是怎樣來得到 這些中共黨員的名單和資料 原來在較早之前 這個Telegram上流傳 這一堆懷疑中共黨員的資料 這些資料 不單止是他們的名字 而且還包括了出生日期 住址 電話號碼等等 這堆資料 在今年9月的時候 由中國的一名異見人士 轉發到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議員手上 這個聯盟 是由歐美多國議員組成的 後來《星期日郵報》取得到這份名單 他們就逐條資料來分析 所以這篇調查報導 可以說是份量十足 至於匯豐這次 都可以算是一炮雙響 先是美國國務院 主動去聯絡 許智峰 向他查詢匯豐銀行 戶口被凍結的事件 現在又被《星期日郵報》踢爆 原來跟渣打合共聘請了六百多名黨員 這次肯定會遭到英美政府的高度注視 別人想辦看不到也不行 你那麼多動靜 那麼多消息 實情 這些黨員在入職的時候 究竟匯豐有沒有做了背景審查 又是值得疑問 英國開銀行戶口 就出了名難 開銀行戶口 都一定被人打爛沙盤 問都督 更何況 作為一家英國的銀行 在聘請雇員的時候 又怎會 不對他們的背景 查清查楚 才行 還是 某些銀行 他們明知道 那個雇員是黨員 故意要特地請他回來 我又聽過有這些說法 為甚麼要特地請黨員 就是因為貪他們 跟上面的官員 是有個聯繫 在住 當請了這班人回來的時候 就可以吸納到 很多來自大陸的大客 是有這個說法 實情 就算說香港的投資銀行 或者是私人銀行 裡面的那些 從業員 所謂iBanker 可能有很多 都是黨員 都不定 因為 有不少的職位 都是由港票人士所擔任 港票人士 是黨員 有甚麼奇怪 匯豐和渣打請了六百多個黨員回來 究竟他們的用意是 要吸引大陸的客人 還是怎樣 當然這些就是要他們自己來解釋清楚 實情 當他們請了一批黨員回來的時候 當這班黨員在那家機構 慢慢站穩了陣腳 擁有一定的實力 和影響力以後 自然就會變成 是易請難送的 甚至乎 當那家機構要開一些新職位的時候 在那個職位的過程當中 可能這一班黨員 又有份來參與這個過程 自然就會影響到 究竟 接下來聘任的人是甚麼人 分分鐘又會聘任黨員優先 那家機構 想不讓人滲透 也挺難 接下來 會有不少香港人移居到英國 在申請戶口的時候 其實也有很多選擇 英國有很多銀行 不一定要 熟悉匯豐 就要專門去匯豐開戶 慢慢有得選擇 不要因為看到匯豐是熟悉的標誌 就衝進去 好了 這個匯豐究竟 下場會是怎樣 暫時還未知道 因為還在等英國國會議員 緊急會議 現在還未召開 好了 說說其他行業滲透的情況 星期日郵報還提到 在國防企業方面 波音 空中巴士 和盧斯萊斯 同樣地 都是僱用了 數以百計的黨員 而在衛生企業方面 只是輝瑞和 阿斯利康製約 就已經請了120多名的黨員 此外 在外交機構方面 原來有不少的黨員 都會透過一家具有大陸官方背景的 上海對外服務公司 進入到外國駐華機構工作 在2016年 就已經有接近250名的黨員 在上海對外服務公司 是註冊了 即是進入了那些 註華機構做事 另外在學術界方面 原來同樣都是受到大批黨員的滲透 甚至有部份的黨員 在英國的頂尖大學那些 任職高級的研究員 參與太空研究等等的敏感工作 星期日郵報還提到 暫時沒有證據顯示得到 英國企業所聘用的黨員 是有從事間諜活動 但是按照中共的入黨誓詞 黨員就必須要保護黨的機密 忠誠於黨 努力工作 畢生為共產主義奮鬥等等 當然現在被星期日郵報查出來的黨員 當然沒有證據顯示他們是從事間諜活動 如果是有的時候 就已經被英國的情報部門招呼了 所以這件事也是多餘的 英國有30名國會議員 就已經參加聯署 要求要在國會內展開緊急辯論 保守黨的前黨魁 詩智安就說 這個下報道已經顯示得出 中共的滲透已經擴散到全球 部分黨員更加是任職一些在國際上舉足輕重的跨國企業 學術機構 甚至乎 連英國本身的外交機構 都有黨員任職 他就提到一件事 他就要求英國政府 是要驅逐 英國駐華外交機構裡面任職的所有中共黨員 詩智安就形容這班黨員 可以選擇效力英國或者中共 但是 不能夠同時效忠 這件事多少就反映到英國政界對於效忠的想法 就是對於忠誠這個概念 是相當重視的 所謂忠誠就不是義主 所以必須要二選一 你就不能夠雙重效忠 詩智安這個想法 其實就是普遍英國政界的想法 又令我聯想到一件事 香港的公務員事務局 推動全體的公務員 必須要簽署聲明或者宣誓擁護基本法 到底這件事會不會跟英國 忠誠的概念有所抵觸 當然暫時英國的叛國法未曾作出修訂 但是 這個宣誓會不會影響到將來 移居英國的一些 機會 暫時來說沒有人說得準 因為那個修訂的方向或者修訂的文本 究竟是怎樣 暫時就不知道 只不過是今年7月的時候 有部分英國的媒體 放風出來 只是這個意思 但是 星期日郵報所揭露的這件事 就已經是充分地反映出 英國對於忠誠這個概念 是多麼重視 好了 現在的5加1計劃 那個詳情 將會在明年1月之前 會出台 那究竟 是不是 全部拿著BNO的人都可以去 還是 最後會不會 設置一道政治審查的關卡 會不會是 必須要擁護英國的核心價值的人 才可以隨5加1的途徑 移居到英國 比如說那些藍絲 他根本上都不擁護英國的核心價值 是不是 民主他又說不可以當飯吃 自由他又說不需要那麼多 限制自由的法例 他又支持 所以這些人 究竟適不適合移居到英國 都成問題 當然這一步 比較推演得遠了一點 但是我就相信 就算英國要設置這道政治審查的關卡 都好 很多香港人都會表示歡迎 當然現在英國國會議員說要緊急召開會議 他們主要就是討論一下 關於中共黨員滲透英國企業的問題 英國外交部在昨晚發表了聲明 他們就說 已經有既定的程序是確保資訊安全 而在海外聘請外交人員的時候 也有做足背景審查 據星期日郵報的了解 當局在聘用黨員之前 早就已經知道了他們的身份 但是你知道 就不代表是安全 其實這個邏輯也很奇怪的 你明知道他是的時候 你特意還要請他 而且你還說有些措施來確保得到安全 等同於 捉老鼠進入米缸 然後就說 有足教的區隔 老鼠吃不到米 只是可以看到 當然沒有說不行 但是又何必呢 那些商業的機構 他們專門要請黨員的時候 可能就是要方便他們去談生意 或者是方便他們吸納來自大陸的客戶 都尚且可以理解 但是一家外交機構都請黨員的時候 可能現在這30位的國會議員就認為是犯不著 如果不是就不需要緊急辯論 好吧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